请大家把蓝色这一张讲义,周报有一个讲义,有一些information在这边,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讲义,等一下我们分组的时候可以一起来讨论。 一个队伍在踢足球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你的队友在哪里。 When a soccer team is playing a match, each player needs to know where other players on their team are, you need to know that, and you need to be confirmed that all your teammates are facing the same way, and everyone should be playing their own role. 所以呢,上个礼拜呢,上帝让我有机会去看到一些上帝给我们的家人,虽然我不认识他,可是上帝让我看见跟这些家人一同合作对齐,然后各赞各位的这样的一个经意。 Last week, God has given me th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and see the family that he has given me, and as well as, even though I don't know these people before, he showed me how a family can be aligned and positioned together. 昨天,礼拜六,我和师母,还有周桂芳长老, Jennifer,还有其他的家人,包括Tina,我们到了Vineland, New Jersey. Vineland, New Jersey 在150年前发生了一个重大事情,所以在100年前的时候,他特别用了一个石头做了一个纪念碑。 大家看到这个字了没有? 一百年的庆祝, National Holiness Association 全国圣节的聚会 It's for the centennial memorial for the National Holiness Association 所以你看到我讲义上面有写,1867年7月17号,刚好是150年前,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基督徒在森林里面聚会,只求一件事,主啊, 恢复你的圣节在我们的当中。 150年前,在17日上,有很多基督徒在这一场地团聚会在这一场地团聚会, 他们都在问一件事,神的聚会,在这一场地团聚会, 这个圣节运动是1867年,它是一个根啊。 这是Pentecostal,五旬节圣灵更新的根。 It's the root for the Pentecostalism in this country。 我到上礼拜才知道。 I only knew this last week. 这个聚会,当时我只有一万人。 This gathering, there are about 10,000 of people in this gathering. 请大家留心听。 Please pay attention. 这个很重要。 This is very important. 因为这跟美国以后的日子有息息相关。 Because it's related to the future of this country. 150年前, 150 years ago, 就在Vilent,New Jersey这个地方。 In Vilent,New Jersey。 这个字呢,Vilent就好像是葡萄树的一个土地一样。 Vilent is like a land for vineyards. 这个地方呢,基督徒有一天到一个地步, 他说, 为什么我们当中没有神的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叫神的同在? 什么叫神的同在? 你有一个可慕的心。 你有神迹其事。 然后你觉得去聚会的时候, 你很感动。 不是因为讲员, 也不是环境, 就是有一个气氛, 有一个氛围, 你觉得圣灵很大的同在。 这样的心智, 让这一群人决定到圣灵里面去聚会。 不是在礼拜堂里面, 到圣灵里面去聚会。 有卫理工会, 有长老会, 有晋系会, 所有有教派的人, 他们说, 让我们来恢复上帝的那个本质, 他是圣洁, 也在我们当中恢复过来吧。 有多少人愿意这样的事情再一次在我们当中发生。 who's willing to let something similar like this happen again in our time? 只有两位? 三位? 三位?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一个聚会没有神的同在, 是非常担心的事情。 如果神不在我们当中, 其实大家根本会觉得非常的脆, 觉得只是浪费时间。 如果神不在我们当中, 那聚会只是浪费时间。 这是以前的相片。 在森林里面, 就搭个木台, 就开始聚会。 然后在那个聚会当中, 因为很多人来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恢复圣洁。 本来只有一万人, 结果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发生? 就是感觉神的同在了。 你可以说阿们吗? 感觉神的同在的时候, 有很多奇妙的事就会发生了。 人开始醒过来, 心里开始觉得对自己的罪, 感觉到非常非常的伤心。 看到环境当中有许多败坏的事情, 觉得非常的难过。 聚会不是人家催你的, 不是说我们来唱诗歌, 而是主动的, 就很渴慕, 想要更多。 他们有一次的主题还叫做, 活生生的炭, 我愿意做那个炭, 让我们当中的火继续燃烧。 他们祷告说, 主啊,求你让这里恢复圣洁, 然后让上帝的国在这里临到, 然后从这里出去, 然后到全世界。 然后经过三十几年之后, 有一个牧师, 黑人牧师, 他还有一个眼睛还瞎了, 他领受了这个教导, 而且他被圣灵浇灌。 然后他的名字叫William Seymour, 后来过了这一段时间, 在加州的洛杉矶就发生了, 阿苏莎, 有多少人听过阿苏莎? 阿苏莎后来就出现了, 一百年的圣灵更新的运动。 很多人决志, 很多人知道圣灵是活的, 不是理论, 不是情绪化, 而是真正的神, 然后很多人就开始献身, 然后到全世界去传福音, 所以上礼拜在我们教会, 才有这十几个福州的牧师, 和弟兄姐妹在这里, 大概一百五十年前, 许多宣教师往远东地区, 大量地出去传福音。 从这个福州来的牧师, 和弟兄姐妹在我们这边照相, 说我回来美国, 谢谢一百五十年来的宣教师, 在福州传福音, 我们就是那个国子。 他们甚至说, 有一个宣教师去的十年, 没有一个人信主。 可是他坚持下去。 然后后来就出现了, 他们教会有九万多的弟兄姐妹, 都是从那个宣教师开始的。 然后这些中国来弟兄姐妹, 对以色列这是大卫之心, 他们也非常, 对以色列有非常多的负担。 很多中国的教会的弟兄姐妹, 都经历圣灵的复兴和教灌。 亲爱弟兄姐妹,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变, 从没有人认识耶稣, 没有人关心上帝的国的事, 到很多人一听到福音就流泪, 跟这个一百五十年, 就在Vineland, New Jersey的祷告, 成全在今天。 我们派出谢谢主好不好。 我要提醒大家, 要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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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三十年的事情, 是不可能人看得见的。 我亲眼看见, 听到从中国来, 从中东, 特别是中东来的弟兄姐妹, 一听到福音, 就觉知, 就信耶稣。 过去二十年, 在中东信耶稣的人, 比过去两千年还要多。 there are more people believing in God today, with a Muslim background,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ago. 你二十年信主的, 这个回教徒的这个背景, 甚至有个名字叫MBB, Muslim Background Believer, 过去二十年信主的, 这个回教徒成为基督徒, 比过去两千年还要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要醒过来。 最近天气非常的热, 到处是洪水, 到处是大火, 圣殿山五十年来, 第一次关闭, 因为有人拿枪, 从回教清真室出来, 打死两个警察。 three terrorists from the mosque, on the Temple Mount, killed two policemen, in the Lion Gate, in last week, 7 July 14th, 所以五十年来, 圣殿山第一次关闭。 我不是要吓你们, 可是我要让你们醒过来, 因为太多人停留在, 他的cozy, 就是那个太舒适安逸的环境里面, 慢慢失去, 他的那种敏感度。 今天我看到Joan跟Hana, 我看到他们的改变, 不是只有晒黑了, 是他说他想养猪的时候, 他眼睛会发亮, 不是他喜欢养猪, 是这个事情, 给他看到很多, 他没有看到的东西, 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 你必须要去旅行, 要往外, 眼睛要扩大, 可是很多人旅行, 是做tourists, 去跟回来没有改变, 你必须跟神对齐, 你会看到上帝的心意, 最近我们Pauline跟秉正要结婚了, 我给她婚姻协谈, 就是一个原则, 秉正你要跟上帝对齐, Pauline你要跟上帝对齐, 只要你们两个都跟上帝对齐, 这个婚姻就是稳固的, 这比大华久久开超市还要更值得兴奋, 就是入土酒店的大 hätte countries, 9月9号在这边庆祝, 远远超过那边,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的注意听 眼睛要睁亮 也许在你我活的日子 主耶稣真的要来了 不要做糊里糊涂的基督徒 每一天都要活着说 我今天没有白活 上个礼拜有够累 我觉得我蜡烛两头烧 可是我觉得活着很有意思 这就是刚刚哈南跟Joanne 讲话的时候给我看到的 你可以整个summer在家里 你也可以活着每一天跟上帝对齐 说 我没有白活今天啊 上帝有给我们一个任务 让我们在这个土地做主人 然后在这个土地上帝要祝福我们 可是如果我们的心不跟上帝对齐的话 我们开始糟蹋 这个土地 这个土地就会反扑 我以前在台湾 你以前在中国 有听过41度42度的吗 上个礼拜在沿边 下雨下了整整两天 老公公老婆婆快90岁了 政府说大水要把你家冲走了 他说不肯走 半夜12点 这个军队派人把他们驾走 这种事情越来越多 很多人说到底发生什么事 请你看讲义上面有四个很重要的事 请你等一下写下来 等一下小组分享 土地受咒诅 圣经当中有四个原因 讲到土地为什么受咒诅 土地应该受祝福嘛 风调雨顺 就会产生骨子 我们就吃得快乐 种子掉下去 明年再长 根本不用撒肥 它可以长得很多 可是现在的人 想尽办法 很多的肥料 可是 想尽办法 想尽办法 可是吃的很多东西都是过敏 很多人来美国开始过敏 我告诉你什么原因 就是这里的土跟水 因为你离开这里你就好了 你在家乡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代表这里的土跟水造成你过敏 换一句话说 你这个地方的土地 来咒诅你 让你没有办法活得快乐 或者说 这个土地被咒诅过 所以你来这边久了以后 你也遭殃 上礼拜我讲的四个圣经当中 讲的最主要的四个原因 我圣经写都写在这里 我希望等一下很快的讲过以后 等一下小组的时候 你可以一段一段来看 第一个原因 留无辜人的血 第二个原因 拜偶像 第三个原因 行淫乱 我不能控制 你可以帮我安吗 第四个原因 移地界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原因 我还是不能控制 对不起 创世记 你看到创世记第四章 跟生命记第21章 我们来看第四章 当该隐跟亚伯杀了弟弟了以后 上帝说你干了什么事你知道吗 他说血跑到土里面去 从此你要受这个地的咒诅 生命记第21章 所以有一个人在这个地方被谋杀了 不知道谁杀的 他们就要挑三个最近这个谋杀地方的所有的长老出来认罪悔感 不然你的土地就会被咒诅 所以在旧月当中 非常在乎你的环境 是圣洁还是不圣洁 当你流无辜人的血之后 土地会开始咒诅你 你会活得不快乐 你会很害怕 你又不能够去跟真神求 所以开始拜偶像 拜偶像成为土地咒诅的第二个原因 出埃及记十诫二十章 讲到十诫 还有耶利弥书第二章跟第三章 所以这个我都写简写了 请大家等一下下去好好翻 我们来看十诫 这里说神是什么 神是什么 忌邪的 英文怎么说 上帝讨厌 邪恶到一个地步 就好像我们认邪恶做父亲 我们认邪恶做丈夫 上帝的心非常的生气 到个地步 为什么你这么糊涂 然后你看耶利弥书第二章说什么 你一到这个土地 你就玷污我的地 怎么玷污啊 我们来看下一句话 来一起念 因以色列人轻忽他的淫乱 跟石头形淫 跟木头形淫 地就被玷污了 跟谁形淫啊 石头跟木头 石头跟木头怎么形淫啊 就是把你的灵魂跟石头 木头后面的邪灵 接在一起 就像结婚一样 第三个原因 请你翻开立位记第28章 18章 翻开你的圣经立位记第18章 请问你立位记第18章的标题是什么 就是一切所有不逃生喜悦的性关系 你看第六节写什么 不可以露骨肉之轻的下体 轻近他们 因为我是耶和华 你看第六节 不可以轻气的下体露出来 跟他有性关系 这个就是乱伦嘛 这不是很可怕吗 我问你一件事 当摩西告诉他说 你们不可以这样做的时候 代表什么你知道吗 代表这个事情 已经在他们当中 有人这样做了 而且甚至是 司空见惯 不觉得不对的事 所以从第18章的第六节 一直写到二十几节 你仔细看 全部都是跟亲戚 跟邻居 跟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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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全部都是 不讨生喜悦的性关系 到第21节 看21节 21节讲到 不可以把女儿 献给魔鬼 就是在献祭 在拜魔鬼的时候 顺便有性行为 22节讲到的 就是同性恋 23节讲到就是 受胶 跟动物有性行为 只要这个土地上面 有人做这种事 土地就被咒诅 只要做这些事 就要被咒诅 不管你赞成不赞成 这是上帝告诉摩西 我的百姓 不要再做这些事了 因为你们做这些事 只是招惹 咒诅 这个土地被你们弄脏了 我们看18章24节 来一起看 中文来 在一切的事上 就是这些淫乱的事上 你们不可玷污自己 因为我在你们面前 所逐出的列邦 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 就是这样玷污自己 这个土地上面 以前的人 就是觉得做这些事 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把他们赶出去的 18章25节讲得更清楚 因为土地被玷污到一个地步 那个土地都受不了 就把你上面的人 全部给你吐出去 让你住的不快乐 让你天天 那个土石流 让你突然一个大洞 跑出来掉下去 让你火烧得 到有生命体 都快要烧起来了 下雨下了三天 你都快沉下去了 地受咒诅 因为这土地上面 有多少人干这种事 第四个比较简单 就是跟人家签的合约 说话不算话 把人家讲好的 这块土地 这块石头 就是在这里定界 然后你偷偷改变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需要大家 等一下小组的时候 把这些圣经节都看一遍 这不是我编的 这是圣经当中说到 当土地被咒诅的时候 有这四个原因 那我想问你 在我们所住的土地上 有做这些事吗 有做这些事吗 是很普遍 还是很罕见 如果很普遍 你要受招殃 我们的孩子 要受招殃 Amen 菲尼哈 就是在这时候出现 他看到两万四千人 被瘟疫 因为他的弟兄 跟外邦的女子 行淫乱 上帝生气 死了两万四千人 他知道 为什么他的弟兄 会死掉 他知道 为什么瘟疫会出现 因为我们当中犯罪了 当他们在哭泣的时候 他看到西缅之派 以色列的领袖 跟另外一个女人 是米店的领袖 Kersby 他们两个人 又偷偷跑到 这个帐篷里面 又要行奸淫了 他心里是什么 跟上帝一样 不要再发生这种事 跟我说一次 不要再发生这种事了 所以他就拿起枪来 就跟着进去 发现这两个人 真的行奸淫的事 就一枪穿透两个人 你看看 那是多么血腥 多么可怕 暴力 害怕 冲突的事 可是这么可怕的事之后 上帝的气 消了 然后你看看 我下面的题目 菲尼哈是怎么样 改变 怎么样 把一个恶劣的环境 能够改变呢 能够怎么样 扭转乾坤呢 第一个 从头开始做起 我们还在哀伤 两万四千人死掉 你领袖还不知悔改 还带头做坏事 先从领袖开始做起 这就是民书记二十五章 今天民书记三十一章讲什么 请你翻开民书记三十一章 神说你要出兵 跟谁打仗 请问摩西四十年 在埃及做牧羊人的时候 他的岳父是谁 他跑到他岳父的家人当中 要跟他打仗 对你来说 对我来说 米甸人是谁 我也搞不清楚 可是摩西 感觉到两种痛苦 他的百姓犯罪 是米甸人引诱他的 我也让我的弟兄 不再犯罪 要把米甸人造成犯罪的原因 把他去除掉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认罪悔改 就是这种痛苦的感觉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认罪悔改的经验吗 你真的觉得很羞愧 我为什么做这个事 而且常常做 有一天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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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ough is enough 教会跟社会 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都是罪人 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来教会的那一天开始 你就正式跟魔鬼断交 我不管这个社会 怎么样被污染 我不管我以前 干过什么坏事 从今天开始 我要靠主的恩典 活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越来越像我的神 不然教会根本 就是失去味道的盐 而且不会发光的灯 所以这个杀了 他的弟兄 跟米甸女子的菲尼哈 在31章的时候 就是出去打仗的 那个菲尼哈 你看到了没有 31章 尼 他是祭司啊 他拿不是拿刀啊 他拿手法 他拿圣殿的东西 去打仗啊 不但为以色列人报仇 两万四千人 就是这样死的 第三节为谁报仇 为耶和华 为耶和华报仇 耶和华说 这些都是我的孩子啊 那个贪财的巴兰 不知道四次 想要贪财 我都不让他得逞 因为我爱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没有做错的时候 谁都不能伤害他 但是问题在这里 当他们被魔鬼骗了 行奸淫的时候 上帝自己动手 打孩子 不让别人打 都是自己要处理 所以米甸有五个国王被杀 最后还有一个人的名字是谁 巴兰是谁 巴兰就是四次贪财 要咒诅自己的人 最后咒诅不成功 出了一个收主意 说啊 我没成功 可是我很想要你的钱 我告诉你 你只要引诱 以色列的男人 跟你犯奸淫 你就可以杀死 他们所有的以色列人 谁出了主意 巴兰 巴兰 was the guy who four times tried to corrupt the people of Israel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讲这个话题其实是很沉重的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is topic that we're talking about today is a heavy one 因为美国如果仔细看 都犯了这个四个罪 上礼拜我跟我的子女去旅游 然后跟着中国福州来的弟兄姐妹去聚会 神给我一个恩典 让我到DC的印第安博物馆 两个钟头之内 神把我所需要的资料收集完全 请大家留心来听 1682年 有一个原住民 他的名字叫做Lenape 这是他们原来住的地方 整个纽浙溪 Long Island一点点 纽约上州一点点 宾州一点点 到Delaware 这一群人原来叫做Lenape Lenape就是真正的原住民 宾州后来第一任州长叫William Penn 因为他给英国国王很多钱 所以英国国王给他很大片一块土地 所以在William Penn跟Lenape当中 这个重叠的地方 就是他们后来1682年 口头谈到你可以使用这块土地 原住民还没有文字 可是他们有他的表达方式 他们画图 还有他们有很多Ade的珠子 那个珠子编出来的图案 就是他们的内容 这就是这个珠子叫做Wampum Belt 这就是当时候印第安人 跟从欧洲来的原住民 他们签约的时候 欧洲人是写文字 他们就做这些东西来表达 这是我的签约 请问你看到这个珠子 你感觉是什么 请谢立峰只是打开声音 我们来看这个影片 提供的设设计是他们的 他们不是只印第几个设设计 一位最初的设设计 是一位二位的圃子 或是一位屋子 无一位词 它们的两个词和一位 的关系 之间之间 两个红色的红色 两个红色的红色 是两个旅路 一位的地区 一位的英国 一位的印第 會跑過去 法延遇 不是 和ぬ 日本 人 密集 他 和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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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 when does it set the tone of goodwill and equality for the early written treaties? These treaties really were made by people who wished each other well And who depended on each other They didn't want to see each other be harmed 看哦 是像什麼 像兩條船 It looks like two ships A ship from Europe 還有獨木舟 And another canoe of the Indians They travel in parallel to each other 彼此和平對待 Peacefully 可期好幾步長 However this didn't last long 這樣的和平只有短短幾年 The period of peace only lasted for a few years 原住民對土地的概念是沒有契約的 他們沒有合同沒有契約的 土地長的樣子就是他們的身份地位 可是從歐洲來的人 他們很希望在當時的國王底下拿到一塊自己的土地 But a lot of European settlers wanted these land from this new continent 這是William Penn 三十幾歲的時候寫一篇文章給King Charles說 我聽說很多人 跑到北美大陸搶印第安人的土地 是很不公義 而且很不友善的方式 可是他說我不想這樣做 他本身是基督徒 是貴格派的 貴格派就是做禮拜的時候不唱歌 貴格派就是做禮拜的時候不唱歌 他們沒有音樂 他們也是敬前派的其中一種 他們也是敬前派的其中一種 他們William Penn的心裡的想法是 我希望到北美大陸新大陸的時候 可以成立一個Holy Experiment 就是一個神聖的實驗 在那邊真的看到上帝的話與成就 看到公義和平 就是上帝的國實現 這個是當時的酋長的簽約 它曾經用過 它曾經畫過的記號 它就是這樣子簽 這是當時的 這是當時的那裴的組長簽的約 你看到那個約像什麼 当时原住民 跟William Penn签的约 画的是十字架 他跟我们古老的华人一样 做生意用口说为品 不需要签约 所以当时候原住民的酬长跟英国的国王说 只要太阳还在 只要月亮还在 我的试约就有效 因为我有一个头 我有一张嘴 而且我们都只有一颗心 上个礼拜我讲了这个合约 是1682年 William Penn跟 Delaware The Indian签约 It's a treaty between William Penn and the Native Americans in Delaware Pauline and Joanne 帮我发一下 上礼拜不在的人 没拿到的人 举一下手 上个礼拜 这是William Penn 1682年 跟Delaware的几个原住民 正式签约 他是唯一的一个州长 不是用抢的 不是用骗的 是签约买的 可是William Penn死了以后 他儿子就说话不算话 Lenape本来住在纽泽西 从17年年年年年 一直赶 赶到北边 Ontario 加拿大边境 再赶到Michigan Lenape的现在只剩下 一万六千人 最后赶到Oklahoma Oklahoma现在有一万一千人 是Lenape的后代 八月底 有一位白人的牧师 叫Peter Smith 要约几位牧师 一起去访问他们 八月我会去Oklahoma 还有South Dakota 我告诉你一个很奇怪又有趣的事 这是我上礼拜才发现 我们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在这里的人 都不是在美国生的 都是第一代的移民 对不对 可是我们早就在这里了 因为原住民的血液 跟华人的血液 是相通的 我要讲一件让你惊讶的事 福州的牧师第一次来美国 来的第三天早上就这么说 他昨天晚上做一个梦 梦到他要跟他的家人相见 就是原住民 他说不出来为什么 对原住民这么样有深厚的感情 所有的华人 其实跟这个土地的最早的祖先是有关系的 今天终于我们成为最后的移民到这块土地 Billy Graham讲过两句名言 第一句 上帝一定是很爱中国人 不然怎么一照照这么多 第二句 印第安人是美国沉睡的巨人 Native Americans are a silent sleeping giant 他们必须醒过来 美国才能够有复兴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直接跳到结论 请问你 这四个罪在美国 这个土地有没有做 每一条都有 你说牧师啊 这不是都很过去 两三百年前的事情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大有关系 当费城做自由宗的时候 说五十年 还用圣经 第一位记二十五章第十节 每逢五十年 这个土地上面的人得自由 实际上没有 因为很多原住民都没有感觉到得自由 一七八一年 从英国 一百块英镑买回来 隔一年在这边一敲 就裂掉 谢谢大家的忍耐 可是最后这个动作很重要 我花了时间 把这篇文章翻成中文跟英文 来请那个 贵方长老 还有Jennifer 需要英文的请举手 跟贵方长老要 中文的请你 每个人一个家庭 拿一张 一九九五年 Oklahoma Federal Building 爆炸 大家还记得这个事吗 1995 The building of T McVin Explosion of the Federal Building There's an explosion on the Federal Building in Oklahoma 当时候 Oklahoma的一群基督徒 意识到一件事情 他们没有真正为这个土地祷告 Oklahoma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Oklahoma就是红色 Oklahoma就是人 Oklahoma就是红人住的地方 Oklahoma就是原住民被赶去 在那边像集中营的地方 当这个基督徒的律师 意识到这块土地 这么多的冤仇 没有得到释放和原谅的时候 他是一个律师 He himself is an attorney 他突然上帝感动他 He was touched by God 写下律师的这种口气 To write down a contract 正式来到天上的法庭 宣告 跟魔鬼离婚 魔鬼的权势 就是巴黎耶喜别的权势 上礼拜我拿到了第一份 这礼拜我到他的网站 把它印出来给你看 我把它翻译成中文 没有的请举手 跟旁边坐在一起可以吗 这个文章很重要 你们可以跟旁边一起坐吗 请注意听 今天牧师唱圣诗两百首的时候 其实神有感动我 那首歌是必须唱的 请你打开圣诗两百首 God has touched me that This is the song to sing today 你看歌词写什么 音符的权势虽然强劲 世界的攻击虽然不停 实价仍然坚定 Hallelujah 归实价 每一次的敬拜 其实同样的圣灵感动 都是接在一起的 很多人来到教会 是一种破碎的心灵 来到教会 家庭出问题 经济出问题 婚姻出问题 各样的事情出问题 真的是被魔鬼打来又打去 你大概最不想看见 也想不到教会 居然有一篇文件 叫做离婚 教会就都来不及了 怎么讲离婚呢 在这边的离婚 在这边的离婚 跟谁离婚 跟黑暗的权势离婚 教会里面的婚姻关系 人际关系 有时候跟外面一模一样 外面怎么样 里面也怎么样 可是跟我说一句 Enough is enough 教会要有另外一个 靠主的力量站起来 第一个 认清楚魔鬼 在你家的合法地位 为什么魔鬼可以 从你家大门进来 抢你的钱 抢你的家 抢你的孩子 抢你的名声 抢你的睡眠 为什么 因为他冒充 他是你的丈夫和你的爸爸 他假装是你的爸爸 然后你把灵魂卖给他 从此之后 他可以宣告你是我的 而且你的孩子也是我的 你所有一切都是我的 你没有办法断绝关系 这个律师非常有创造性 我常常说啊 那种律师帮人家离婚的律师 我通常不会标榜的 可是这个律师 把所有的法律的文字 用在对魔鬼 我真是拍手赞了 我不是学法律的 所以我把这个英文翻成中文 一定有一点点 很多的地方是不适当 可是我要你带回家 我请Jeffrey念英文 我念中文 我们来看 给我一点时间 这个很重要 原告是谁 原告就是上帝的儿女 就是你跟我 被告是谁 代表一切黑暗的权势 从今天 你什么时候决定要宣告这件事 把日期写下去 不到人间的法院 来到天堂上帝的宝座面前 因为只有那个地方 才是final 人间有很多不义的法官 在天上的法官 永远公义 我要来到上帝面前 宣告一件事 我要跟黑暗权势 完全断绝关系 理由什么 你看1A 因为这个婚姻 从头到尾 是魔鬼欺骗所产生的 我被魔鬼骗了 我被他耍了 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先生 他根本就不爱我 他根本就不是我的爸爸 他从头到尾都是骗我的 在我们人生当中 我们有很多的悲剧 被抛弃 被虐待 结果我们被骗了 讲难听一点 叫做认贼作父 从此被他控制 看第二项 因为我被他骗了 跟他结婚 有了灵魂的关系 从此之后呢 他可以宣告 我是你的 你是我的 我摆脱不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到法庭说 我宣告 禁止他 再宣告 我是他的 他的是我的 我跟他一点瓜葛都没有 如果这是你的心意 你拍手赞美主 第三个 因为这个 欺骗的婚姻 我的下一代遭殃 不管是暂时遭殃 还是已经被残害的 我从此宣告 魔鬼跟我的后代 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因为这个婚姻 因为这个婚姻 因为这个婚姻是非常疑狂 我们认识 我们认识 从今天起来 我们认识 我们的孩子 会不会有任何关系 第四个 我请求法庭 派警察 强硬执行 不准魔鬼 再来骚扰我 单单靠上帝的名字 你是魔鬼说 哎呀你看看你干的那件事 你就是我的 基督就怎么办 基督就说 靠耶稣的名字 靠上帝的能力 我跟你没关系 哈利路亚 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沮丧吗 因为魔鬼说 你就是loser 你永远都是我的 可是上帝说 你不是loser 你是winner 因为我已经得胜了 第五项最可爱 这个字叫做 restraining order 老婆跟老公打架的时候 都知道这个字叫 restraining order 人品很差 打老婆之后 还要跟她到上班的地方 还要到小孩下课的地方 骚扰她 打电话 写信 用各样的方式 去威胁她 所以老婆就跑去 或老公就跑去 法院说 我要restraining order 禁止她靠近我五百公尺 这个字本来给人家感觉 就是断绝关系的 最可怕的字 今天用在这边 真棒 我禁止魔鬼 骚扰我 从此不准靠近我 和我所有的财产 和我所有的家人 Amen 最高法院 接受这个诉求 我不管在我们生命当中 失败多少次 我们这件事要做对 跟魔鬼断交 跟魔鬼离婚 翻过来 然后跟耶稣 再结婚 翻过来 从今天开始 写下日期 我代表我的家人 和以后的世代 宣告 第一个 我跟巴黎 拜金钱的黑暗权势 彻底断绝关系 因为我的钱 是上帝交代给我的 我是愿意给予上帝的 我是忠心的 十一奉献的 我从来不把 种在土地的种子 把它吃掉 所以有一天 上帝把权柄和财物 转移到教会 和上帝国的时候 我和我的后代 就要成为受贿者 我们派手谢谢主 好不好 最后上帝会把财富 转到上帝的国 和属神的手上 拜金钱的人拿不到 因为金钱就是巴黎 使用的一个手段 教会里面有很多人 摆脱不了拜金钱 跟外面一样 可是今天你在这边 写下这个誓约的时候 你就跟神说 我不准巴黎 拜金钱的那种谎言 再来骚扰我 这非常关键 很多基督徒信主 多年仍然被金钱捆绑 第一个不是问上帝 喜悦不喜悦 第一个问的是 我愿不愿意花这个钱 你被魔鬼捆绑 多年你都不知道 然后你就 pass给你的后代 当你看到你后代 那个捆绑的样子 就跟你的祖先是一模一样 亲爱弟兄姐妹 拜偶像里面 包括拜金钱 你知道吗 跟我说一次 我是金钱的主人 大家一起说 我是金钱的主人 我不是金钱的奴隶 再说一次 我是金钱的主人 我不是金钱的奴隶 Amen 当你做金钱的主人 很好用 如果你做金钱的奴隶 你的日子很痛苦 Amen 第二项 我跟巴黎 断绝所有的关系和利约 从此我跟我的后代 可以自由跟神 重新建立婚约 我鼓励结婚的人 到一段时间的时候 在教会重新立约 如果尤其是你信主的时候 还没有信耶稣 像二十五年 我跟师母二十五年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请大家吃饭 再立一次约 十年前吃过我们立约饭的请举手 九亿还在的时候 我们十周年的时候 其实结婚是需要很多 努力挣扎和经营的不是吗 跟神重新立约 就像是你是新娘 神是新郎一样 把你所有的一切 亏给神 不要小看这张纸 这张纸不会有人强迫你 可是这张纸非常关键 因为你忘记 神不会忘记 第三个 重新恢复圣洁 单纯的生活方式 不要贪婪 不要虚伏追求那些 没有意义的东西 更不可以行那些 不讨生喜悦的性关系 统统要去改变 第四个 为了我的下一代着想 我要预备正直的后代 让他在他的一生当中 神的心意能够成全 特别你觉得你的孩子 现在走岔了 或是你很担心 你现在更要这样祷告 我鼓励所有的爸爸妈妈 当你的小孩进入青春期以后 就为他的老公老婆祷告 为他的老公跟老婆祷告 因为当他们的婚姻 幸福的时候 你老年的日子比较好过 现在就开始祷告 怎么祷告 主啊 求你祝福我女儿的老公 祝福我儿子的老婆 彼此跟神对齐 建立和神心意的家庭 只要他跟神对齐就没事了 最后一个 从此不再跟任何巫术邪灵打交道 不要去算命 不要看到那些psychic的那些东西 这些什么算命的东西 来看看 哎呦我看我今年命怎么样 因为你一看 你就准备被骗 你是希望把你的人生交在上帝的手里 还是交在谎言的手里 好 最后原告 自己签名 写下今天的日期 我准备这个信息 遇到很多的征战 这篇信息 我很久就想在我们教会分享 因为来到教会 不是基督徒俱乐部 谈谈世界上享受 主啊 祝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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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恢复我们跟主的关系 教会不需要办太多barbecue 吸引新朋友 对 办barbecue 很多人会来 可是 带领人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 才是关键 你从纽约来 像弗拉迅来的这些弟兄姐妹 什么都没有做 就先花三十块钱 才能够来到那边做礼拜 很多人开了一个小时 来到教会做礼拜 很多人还遇到很多的主力 不能够来到神面前 我跟你说实话 教会不是靠讲道 靠爱餐 靠barbecue 吸引人来教会 让人数变多 是让你跟神对齐 你每一个礼拜都在想我那一天要到教会去跟弟兄姐妹跟神一起对齐 很多妈妈暑假到了 小孩子天天在家里快要发疯了 有人工作压力大到快要发疯了 有的人累的都没时间睡觉了 可是当你与神对齐的时候 你就开始有平安了 你就认罪悔改了 你就觉得太多的血气在我身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亲爱的家人 家人 对齐 各就各位 这说一次 家人 对齐 各就各位 你上帝给你什么恩赐 就好好去发挥 大家都跟上帝对齐 不要批评对方 要鼓励对方 然后想办法去cover他的错 各就各位 这个家庭要打胜仗 你知道什么军队最可怕吗 就是从家庭出现的军队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血缘关系 你不能说他死了就算了 他死了都要把尸体脱回来 这种血缘的关系 是最强大的军队 最后想邀请大家都站起来 我们旁边的人手牵手 几个人手牵手 围成一个小圆圈可以吗 走到走道上来 走到外面的走道上 两三个两三个手牵手 围成一个圆圈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彼此祝福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开口来祷告 主耶稣我谢谢你 我们彼此来祷告 可以的话围成一个圆圈 自己围成一个圆圈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想鼓励大家这样祷告 为你旁边右边的人 你的家人 为了他向主献上感谢 好不好 I want to encourage everyone here Pray for the right hand side Your family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the family God giving to you 来为右边手牵手的人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Jesus for the family Thank you Jesus I'm not lonely Now I'm not alone I'm never alone I come to the house of the world 主耶稣我们来到主的家 我们就不是孤单的了 我们不是局外人 我们是有家人的 所以说我们不是孤单的 我们是有家人的 所以说我向你献上感谢 为了我手牵手的弟兄姐妹 向你献上感谢 I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e family you've given to me So I'm not lonely I'm not lonely I'm part of the God's family 我是在家人当中的一分子 所以说我向你献上感谢 献上感谢 所以说我向你献上感谢 Give thanks to the Lord For the left hand side 为左边的那个弟兄姐妹 向主献上感谢 真的向主献上感谢 有这个家人好不好 为左边的人来祷告感谢 叫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 在我的右手 在我的左手边 因为我预备 我跌倒的时候 预备弟兄姐妹帮我扶持 帮我拉起来 不让我失败 不让我跌倒 最说我向你献上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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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给我家人 我知道我不会跌倒 你要帮助我站起来 帮助我站起来 靠主 靠主在这个家庭当中 赐给我力量 赐给我信心 每一次来我就重新得力 最说我向你献上感谢 Pray for each other align with God 我们每一个人 为彼此祷告 与主对齐 好不好 与主对齐 与主对齐 make alignment with God 来我们一起来祷告 最说谢谢你 带我们的全家人 与主对齐 最说为我的家人 与主对齐 最说我们与你对齐的时候 我们就有突破 与主对齐的时候 我们就经历到你的启示 你的恩典 Lord whenever we make alignment with you we have a breakthrough we receive the favor we give thanks to you and we pray for each of us make alignment with the Lord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与主对齐 主在哪里 帮助我感动我的心 与你对齐 Thank you Jesus 最后为每一个人 知道自己的position 站在自己的位置上来祷告 Pray for each other know our own position and we stand firm on our own position 来我们为彼此来祷告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Jesus 谢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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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中有非常多恩赐的人 你都预备给我们 我们所要的恩赐 一个都不缺 我们有各样的恩赐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所以说让我们每一个人 各就各位 让我们每一个人 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尽心尽力 Hallelujah 谢谢耶稣 Thank you Jesus for all kind variety of grace and talents among us Lord So teach us our position So give a faithfulness Stand firm our position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我们拍手赞美主 好不好 Hallelujah 如果可以的话 给对方一个拥抱 So you're my family 你是我的家人 你是我的家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到楼下来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家人 同心 同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